兩人一來一往對話 男子突然情緒失控 不斷大吼大叫 男子大聲嗆遠景 說自己是法律系的 但遠景完全不當一回事 男子不聽劍說 在公共場合 繼續在醫院大聲嚷嚷 不僅打擾到其他病人休息 還大聲怒嗆遠景 誇張行徑實在讓人傻眼 記者陳志芳台北報導